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大家好 欢迎收看2月8日 星期一的收市 港湾 在我陈以太和大家总结港股开放 外围股市就很强 今天港股高开340点 但尾段升幅收窄 雄指高开340点后 一度将升幅扩大到417点 但雄后升幅逐步收窄 一度只剩4点的升幅 修复29,319点 升30点 升0.1% 高开132点的国址就到跌收场 修复11560点 蔡1点 而科技指数亦派有书大市 修复9756点 跌了38点 跌幅在1.4% 大市成交金额数量 去到1858亿元 来看看重磅股份的表现 港交所有帮都向上 升1.2%至2.2% 汇控跌了0.8% 科技巨头升跌会认 见到腾讯和美团都向好 分别推升0.5%至1.8% 阿里巴巴和小米 分别下跌0.6%至0.2% 特别关注本身股快手 高建310元后 表现反复修时靠稳升1% 新冠疫苗混达澳门 豪都股由上周五就已经向上 今天延续升势 银河娱乐创到71.1.5% 52%新高 收报68.6%上升2.9% 在南筹中升幅靠前 金沙中国由34.5% 越高回落到跌0.6% 收报32.8.5% 美高梅、新豪、永利澳门和澳博 推升2.5%至3.2%不等 假期效应之下 影视及战胜娱乐股份纷纷走强 见到猫眼娱乐大升5.4% 压力影业就升3.9% 怀疑腾讯在2.3%一个月新高 收视急升2.4% 而恒腾网络方面 旗下的APP南瓜电影 一月份新增86万会员 刺激到股价畅下8.6%的52周新高 收报8.47% 飙升超过4.9% 今天的收视回到此 明天再见 1.000 2.006% 3.8001.003 4.01.10 2.001 3.000 4.001 6.002